我大概四五年前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我才發現自己 原來會有暈倒這種症狀 就是有一次在家裡面 然後我就早上起床 然後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刷牙洗臉 然後就上完廁所起來 突然蹦一聲 然後我就完全就是倒在那邊 然後沒有意識這樣 然後我爸媽就從前想說 怎麼回事怎麼倒在廁所這樣 然後趕快叫救護車 然後送到醫院之後就好險 就醫生就是幫我打個點滴 然後就每一次就說 我可能只是前一天沒有吃東西 餓太久了這樣 對 然後後來還有一次 是我早上在搭捷運的時候 那早上搭捷運不是都很多人 我就沒有位置 一直站著這樣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奇怪為什麼我耳朵聽到 咿咿的聲音 聽不到其他東西就是嗶一聲 然後接著就開始覺得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眼睛開始看不到 就是變成黑白格子這樣 看不到 我突然也是蹦一聲昏倒 然後就是幸好捷運上面 就很多人有人扶著我 然後把我扶出去捷運外面 坐著休息 所以我就變成之後搭捷運 只要一有不舒服的症狀 我馬上衝出去 到空曠的地方一定要休息 不然都會重複這樣昏倒 然後可是我也不知道 到底這算低血壓 還是低血糖還是 人家還知道是 沒有人泥溼 對啊 就是沒有人泥溼 沒有人泥溼 沒有人泥溼 比較不會是低血糖 比較不會 大部分女生的話 因為女生貧血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貧血 加上先天性的血壓 不是很高的人 才會這樣子 其實這種情況 我自己在 我住院醫師第三年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是半夜起來尿尿 那天天氣很冷 我就走到廁所那邊去 我就聽到蹦一聲 我自己聽到蹦一聲 然後就結束了 後來我起來的時候 就發現我倒在廁所 所以有時候就是 倒那麼久 對... 睡很久 我撞到頭 睡得著 睡得很久 就是氣血壓 這種昏倒不會太久 我不是跟你講過 之前我打到早上 六點多麻將 回到家 上樓梯 弄個泡麵 準備吃個泡麵 大概六點多 我自己覺得天剛亮 那個泡麵不是有罐頭 罐頭那是用拉的 我手放這邊 一拉 刮到 馬上流血 我不配你 我就整個 我只看到 最後一眼是看到那個 冰箱的底座 還有一隻蟑螂 不是... 冰箱的底座 然後地上是冰冰的大理石 就沒有了 然後我起來 好可怕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家裡人 也沒人離開 好可惜 早上六點多 沒有離開 我在廚房 我以為我睡了很久 一看時間 也不過一分多鐘 很快就行了 是看到血會暈倒嗎 不是 我絕對不是看到血 我是整個 我是整個都 好像缺氧就 就眼前就關閉了 就倒下去 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我們剛剛講暈厥 暈厥是它真的是來得很快 它會有短時間 真的意識上 像瓜哥講的 被割了一個 就暈厥了 它都真的不省人事了 但短時間很快就醒過來了 它叫暈厥 那剛剛餅乾講 那個叫眩暈或是暈眩 暈眩和眩暈 基本上它不會有這種 短時間意識上失 不過它會覺得 這個整個像地震一樣 轉得非常 它可能站不穩 快要倒下來 或是真倒下去 對 但它比較不會有 看起來好像昏過去 不會你叫它 它可以跟你對談 那不省人事的這個暈厥裡面 根據年齡層的不同 這個本身健康狀況不同 原因會有很大的不同 它有可能是良性 像江醫師講的 典型的半夜起來 上廁所的天氣的 醫用力憋了很久 膀胱 醫用力 膀胱瞬間收縮之後 你的心跳血壓 會短暫降低 但是這種人 當醫生比較可怕吧 不會 有那一次 不是前面期還有一次 像瓜哥說 熬夜很累了之後 瞬間一個疼痛之力 就窮盡 可是如果這個發生 老人家要先小心 所以賈醫師的意思就是說 我還好 因為我年輕 瓜哥你一定要小心 我這個講也十幾年前的是什麼 我就當作放學吧 我基本上可以從你證明 這些人是不能坐 對不對 還有一個你不能熬夜 你第二天會吐死 我之前遇過一個60歲的女性 她來診監她的主術是她 不可沒是一殼的要人命 那她本身有嚴重氣喘的問題 她一直以為是氣喘發作控制不好 然後就到胸腔內科去做控制 那吃得很重要 她的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她一直跟醫生討論 會不會有肺腺癌的問題 因為媒體一直在報導 那該查查一查也沒這個問題 醫生就想說會不會吃了好多藥造成 胃酸病的問題 就把它轉介到腸胃科去做檢查 胃精做了 藥也吃了 那這問題還是存在 後來醫生沒轍就把它轉到鼻喉科 然後來了之後我們鼻喉三個區域都好好看一下 確實有輕微的鼻涕倒流的問題 那鼻子裡面有一點分泌物 也不是太嚴重 那看一下她耳朵 沒想到一看 裡面滿滿的黴菌在裡面 就像這個 其實空氣中黴菌無所不在 你只要到一定的溫度 它就會長出來 那它會癢對不對 它會非常癢 對 那特別的點就在於 它病人 我準備要幫它做清理的時候 棉花棒才剛進去 我們有一些特殊器械 先用棉花棒沾一點酒 譬如說像雙氧水之類的一些特殊藥劑 才剛靠近它的時候 它就誘發一個咳嗽的一個現象出來 所以它這個就影響咳嗽 對 它會 那最後我們再去詢問它的一些過去的狀況 原來是因為 它最近這幾個月一直發現 它的耳朵 時不時就會有發癢的現象 尤其當然耳朵癢起來的時候 喉嚨就會跟著癢 耳朵癢的時候 它就會想要掏耳朵 一掏它就咳嗽 就咳嗽 問題來源就在於這邊 我們有一個神經很特別 它從頭一直到我們頸部 胸部 腹部都有 它會有一些分支 外耳道的後臂上面的皮膚的神經 就剛好跟我們 咽喉的黏膜的神經走在一起 所以當你耳朵上面的 譬如說像黴菌 它的一些發炎物質 在刺激它的耳道 或者是我們在掏耳朵的時候 就會瞬間的傳遞一個 假訊號到大腦去 你會以為你喉嚨有東西 想要把它噴發出來 這叫反射性的咳嗽 後來我們把它耳黴菌這個問題 把它解決掉之後 它就再也沒有咳嗽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好像也是這種人 因為有一次錄影的時候 我就覺得耳朵很癢 然後我就稍微進去稍微這樣 稍微按一下 結果按一下 我就開始在想咳嗽 那會不會是懷孕 不是啊 我只是模仿得不好而已 然後 我可是在錄影現場 沒辦法咳嗽 你就可以這樣 紅癢的時候 來擋都擋不住 擋不住你知道 然後你也不可能 因為主持人什麼都還在講話 就一直憋著 一直憋著之後 我就開始哭 就開始流淚 憋到流淚 憋到流淚 然後那時候正好是一個藝人 在表演才藝 然後在旁邊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表演 妳在那邊是表演什麼 佩潔 我記得是佩潔 佩潔在表演國標舞 然後一開始一直哭 然後佩潔說 妳那麼感動 然後主持人就說 妳怎麼了 妳怎麼那麼感動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說 我剛剛掏耳朵 我就說 她長大了 好感動 然後小女孩變大了 來正直到這樣 對 所以妳看身體的連結性 妳有沒有想到 對 很難耶 像我 我每次只要就是 然後我就會喉嚨 超不舒服 然後我也是像妳一樣 我曾經有一次就是 開車開一開 然後我就一直咳... 咳到我眼淚一直流 然後還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可是我又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拍戲 然後就這樣一直撐著撐 然後朦朧中 終於到了拍戲現場 我就想說 應該會好一點吧 後來喝了水之後 我覺得不喝還好 那個水是常溫水 可是一喝 不知道為什麼我喉嚨 又更刺激 對 然後我不想咳 我想停下來 可是她停不下來 一直咳... 到我的肺都快跑出來了 我還是一直咳 然後我想說 好 我一定要忍耐 然後一句話 就是一段台詞 我是一句一句講 講一句就說 妳說什麼 然後就... 然後就... 我就一句一句講 你知道嗎 然後好不容易拍完了 我就想說 妳看旁邊哪一個 原來在拍廣告 馬上吃 然後拍完之後 我想說 我回家休息一下 應該會好 結果我回到家之後 不但沒有好 我一直咳... 咳到我怎麼... 咳到我覺得 我氣管本來是這樣 後來整個是縮起來 我吸不到空氣 然後整個好暈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停下來 我想停 可是我覺得我的肺已經快 被我咳出來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超難過 我就咳到後來我自己不知道 我就... 就昏倒 對 然後後來我妹就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 把我送到醫院 我才知道 原來醫生跟我說 我有氣喘 氣喘也不會好 不會好 它好像跟抵抗力 就是免疫系統 氣喘應該跟自己的... 就是有的人是小時候出現 但是有的人長大之後 因為一個特殊的壞面的因子 然後又又把他氣喘 所以你說小時候沒氣喘 並不代表你長大不會有氣喘 不一定 不一定 那像這種 其實如果就電台來講的話 叫做自主神經失調 所以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平常就是愛抽菸 然後一直咳嗽... 他覺得... 聽到電台廣告就覺得 應該就是治癒神經失調 所以他就吃那個藥 所以藥反而吃得沒有比較好 眼瞼像那個加倍貓一樣 就下垂 有一邊是下垂 然後他去吃麻辣鍋 就發現 他一邊會流汗 一邊不會流汗 非常的奇怪 他想說 好特別喔 所以他就趕快跑到神經內科去 神經內科看到這個 滿典型的神經學的症狀 他覺得說應該就是 不是他之前有出車 或傷到他的避神經蟲 就是他可能有長動 所以就轉到我們胸腔外科來 那其實在胸腔外科 有一個很特別的族群 就是他這個腫瘤 長在他的肺的尖端 那長在這個肺的尖端 因為靠我們的神經很近 他會把你的自律神經 當他侵犯到你的自律神經的時候 你的眼瞼就會下垂 痛快會縮下 一邊會流汗一邊 這樣看起來好像滿像中風的 對 真的滿像中風 所以有的人覺得他中風 跑到神經內科去 結果不是 是他肺裡面 他的肺間長了一顆腫瘤 所以讓他有這些症狀 我相信大家都有咳到那裡 快要裂掉 磁性裂 咳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想死那種 對不對 感冒了嗎 我們的門診病人多了很多 一直咳嗽的病人 他都是 最近的梅漿菌 因為它有突變 所以它的抗藥性很高 突變 所以那梅漿菌就是 你看了三個醫師 大概第四個醫師 你就會看好 因為大家終於猜到了他的梅漿菌 那不管 反正咳就是梅漿菌就好了 沒有 不行 因為今天到了很多流感 什麼之類的 所以當下知道梅漿菌是好治的嗎 對 一般的肺炎的細菌感染 我們用的 剛剛說是 對 比較最常見的肺炎的藥物 可是沒關係很特別 他對青梅菌反應不好 他用 所以你知道後面醫生發現說 你前面用青梅菌不好 要我改用紅梅菌 一吃有效 所以為什麼後梅菌比較厲害 因為他前面有失敗的經驗告訴他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